凡水台湾来的 要买摆都来的 我那天你拿去的钱做的 对啊 对啊 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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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民众贪商们亲切话家常 立法人高嘉瑜一大早就到东湖市场 扫街败票争取支持 对于馆长陈志涵 日前批评他在节目上 为同党立委赖品瑜护航 让他失望 高嘉瑜做出回应 那对于赖品瑜的事件 我想我的态度就是说 记者对于赖品瑜 这样子连日来的穷追猛打 让赖品瑜在一个非常压迫的情况之下 跌倒 那我觉得非常的心疼 大概是就这样 那馆长如果不能接受 我觉得当然馆长也有自己的想法 高嘉瑜进一步表示 很多馆长批评民进党的议题 包括居住争议 司法改革等 其实他在立法院都有认真努力推动 馆长也曾经认同过 我想馆长应该非常清楚 过去我在立法院 不管是质询要求 食品制 或者是针对高工设笔要求改革 这些都是所有立法委员里面最认真的 馆长也曾经认同过 那甚至我在馆长节目曾经提到 要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 货物税等等的议题 也都努力在推动 还有蓝料税水油征收 馆长过去也都大力的称赞支持 那现在或许馆长对于民进党的态度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我觉得我们该坚持该发声的 还是会继续讲 关于绿电议题 高嘉瑜认为有不法证据绝对要求法办 但是不能看到黑影就开枪 尤其国民党还有更多门绳高官也被揪出来 这些蓝绿都应该拿出来用最严格标准检视 我觉得蓝绿都应该要拿出来检视 那同样的标准 如果有不法的 一样应该要用最高的标准 最严格的态度去监督 这个也是我一向的立场 我想大家也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一向就是站在民意的角度 我们没有包袱 也没有财团的背景 但是努力的为民发声 这就是我们问真的态度 我想不管去哪里都是一样 我也谢谢馆长对我的监督 或是对我的指教 那我还是会继续的保持我的初心 然后继续的努力 至于未来会不会再上馆长节目 高嘉瑜表示还是要看议题 他也感谢馆长过去对自己的温柔照顾 点滴在心 不过该发声该坚持的还是会继续讲 在我心中 馆长对我一向是非常的温柔 那过去我受伤的时候 馆长也会给我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产品 那馆长受伤的时候 我也去唱歌给他听 那确实就是说 馆长最近对于民进党 有很多的批评 也有很多的监督 那当然不可能 馆长说的每件事我都认同 那也不可能我做的每件事 馆长都会认同 我想每个人都有 对于事情不同的看法跟态度 过去的这些情谊 对我来讲也都是一个人生的点滴 那也希望馆长能够了解 我们的立场跟态度 然后能够有一个好好沟通的机会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